你绝对没见过如此尴尬的板奖典礼 选手们还在合照 大魔王王蒙居然直接甩脸走人 而这如此不礼貌的行为 却赢得了数亿国人的支持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还要从2010年短道塑花市井赛 女子100米半决赛说起 本场比赛代表中国队出征的是金花周扬 而她最大的竞争对手 则是韩国选手朴生智 熟悉短道塑花的朋友们应该知道 此人在短道塑花界可谓是 潘金莲熬药出了名的赌 本场比赛也不例外 比赛开始后 四位选手犹如波江的野马般便冲了出去 众所周知 1000米比赛起跑非常关键 占据领华位置对夺冠十分有利 只见朴生智凭捡那道优势 迅速就占据了领华位置 周扬现在华在第三位领华的是朴生智 因为选手艾丽丝正在外道往上走 那么1000米对于选手来说呢 因为有9圈 所以说在前面4到5圈当中呢 通常会更好地对自己的体力 包括比赛的节奏进行一个掌握 转眼赛成渐进尾声 当小将周扬借助弯道实现超越时 没想到却发生了意外 周扬和朴生智两个人在六圈半的弯道处 居然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身体接触 通过慢镜头回放可以清楚看到 当朴生智意外摔倒时 竟然伸手将周扬也拉了出去 如此大的冲击力 直接使周扬重重地摔在了护栏上 更可恶的是 朴生智在周扬摔倒时 还顺势用冰刀在周扬的脚踝上补了一刀 差点终止了周扬的职业生涯 久久不能战略的周扬 只能被单架推下场 可裁判面对韩国选手的这种恶劣犯规行为 却没有做出相应的处理 并且还让朴生智晋级决赛 作为康巴子的王蒙 看到自己的姐妹 被韩国队痛下黑手 岂能咽下这口气 再加上之后的女子全能比赛 王蒙屈居亚军就算了 金牌偏偏又被朴生智拿走 再一看朴生智 那3373的模样 王蒙就愤怒不已 于是就有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合照时直接甩脸走人 所话说善恶终有报 不是不报 只是暂时没发票 很快在同年的温哥华冬奥会 女子1500米决赛中 韩国队就得到报应 同时周扬也怒爆了一箭之仇 夺回了属于自己的荣耀 女子1500米比赛呢 是从2002年才进入了冬奥会 在延护城冬奥会和都陵冬奥会 两届比赛当中 冠亚军都写满了韩国人的名字 今天看看年轻的周扬 究竟会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来为我们呈现 他和多名高手之间的对决 现在我们上到 关注这场决赛 出发 周扬努力争先 比赛走没有人替他大掩护 只能稳健地跟随 为最后的冲刺做准备 周扬要往上早一点的 周扬的思路到目前为止比较清晰 努特尔是奋力地从败到 就抄回来 对努特尔呢 现在是紧紧跟着周扬 被美国选手这么一推 也让本就处于困境的周扬 更加雪上下霜 但周扬并没放弃 因为本场比赛 不仅是他的复仇之战 更是中国队的荣耀之战绩 成功复仇 并打破成风已久的奥运会记录 改写历史 台湾本视频 你对周扬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